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台导弹的总弹量已经超过了几百万吨 巨大威力让外界感到十分震撼 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有多个型号 除了此前频频曝光的采用运输 起数 发射三用越野车的机动型号 还包括采用铁路运输发射方式的列车型 以及安装在地下发射井内的固定型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今后仍然是中国战略核反击力量的中间 而东风41就是中国现役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中性能最强最先进的型号 除了搭载核弹头 东风41洲际导弹还可以搭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作为战斗部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在临近空间飞行 速度快 足力小 弹道多变 难以拦截 是对付时间敏感目标最佳的武器 尤其适合斩首行动 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拥有最大1.5万公里的射程 是发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最佳的平台 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在2010年交付中国战略火箭军服役 2012年首次搭载10枚分岛式弹头进行了试射 由于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都在8000公里以上 在中国国内是无法进行全程试射的 因此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都是在山西省中部的导弹基地 向西部塔克拉马干沙漠腹底的靶场发射 而且都采用高弹道发射以等效模拟全程弹道发射 从2012年至今 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已经进行了十多次试射 一方面 这表明了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的性能和作战能力 还在不断改进 提高 以便更好地担负极其重要的核反击任务 另一方面 经常性的发射实验 也是保持中国战略火箭军导弹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 在当前中国周边国家纷纷拥有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情况下 保持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的战备能力显得至关重要 这也是中国作为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 所应该展现的战略威慑能力的一部分 这是本体的战略